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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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IN 好相信呢各位每天都是老外 很高興呢今天我們要來開箱這個東西 樂扣相信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他們家主要其實就是做一些像這樣子的盒子 那你就是可以把一些你做好的食物把它密封在這個盒子裡面 然後帶給你的家人吃或者是你上班自己當便當 它最多人買的就是睡片 這個是新產品 它這個是專門設計給微波爐做使用 那你把它打開來之後呢 它裡面就像這樣子 它非常特別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東西 你把它丟到微波爐裡面去做料理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些有毒的物質去流出來 對 那這一個呢它主打的就是 它本體可以耐高溫140度 哦 140度啊 沒錯 那再來呢就是它不含這個雙分A 也就是我們講的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 那這個東西呢 因為其實雙分A對我們人體是非常有害的 而且是很不好 所以說呢 它沒有含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在使用上會非常的安心 再來是說呢 它擁有這個水循環的這個系統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做料理的時候 你把所有的東西放進去 把這個蓋子蓋上去之後 這個東西打開自然就會幫你排出熱氣 哦 對然後它會做一個循環 不然蓋著它那個水蒸機跑出來會炸掉 沒錯 它門仔裡面會膨脹塑化劑這個東西 嗯 對非常可怕 那這個東西呢 最重要的是它不含塑化劑 所以說整體來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一個 不需要走進去廚房 然後你就可以做料理 聽說其多了 雞雞會變小 哈哈哈 是嗎 沒錯 所以今天 KIN 就要讓大家知道 如何 讓雞雞變大 哈哈哈 吃得健康 對沒錯 那 主要呢我們要怎麼樣來去實測 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用 而且可以讓大家如果真的 你對我這個影片看完之後 你真的去買了 你要怎麼樣去做實用 非常簡單的料理 也可以透過它做出很好吃的東西 來這個是 古豐他們家的培根香蔥蛋炒飯 請問你喔 美食的證照嗎 我沒把證照 再來是這個 啊 蝦子跟這個火鍋料 大手筆喔 再來 燒賣 最重要的是這個 羅威空運來台的菲利閨魚 我先講一下 這一次我會開箱這個東西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每個盒子都有它獨特的地方 像 待會我們會使用到的盒子 有其中一個它是有蒸籠的這個功效 嗯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只要在底層放一些水上去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燒賣放在上面嘴的循環那個蒸氣 就可以達到把這個燒賣煮熟 是不是很幸福 啊 天啊 幸福的感覺 真好 剛剛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先來料理吧 麥當勞先吃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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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們現在來到教頭他們家樓上了 然後現在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微波 我們先從比較簡單的好了 炒飯 切記這個一定要打開喔 炒飯 那各位終於已經完成了 我們總共只花了大約20分鐘左右 把這些東西全部都煮好 而且沒有流到一滴汗 這是真的 而且重點是 完全完全 我們是第一次使用就直接上手 那其實它這個套組 讓我覺得最貼心的是 它裡面還有一個1分3的便當盒 如果說今天假如你自己本身有在健身 或者是你今天結婚了 或者是情侶 對那 所以我們在健身的話 健身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會去煮一些比較 呃低 低什麼 低醣料理 健身餐 喔健身餐 喔對 那健身餐的話呢 通常就會攝取大量的蛋白質 沒錯 那像我們今天煮的這個挪威鮭魚 它本身就有豐富的蛋白質 還有豐富的這個 Omega3 一定要 Omega3 對 那重點來了 我們現代人啊 就缺乏這個人跟人之間相處的這個情感 所以說如果說你今天呢 幫你的老公還是你的老婆 還是你的交往的另外一半 準備這個愛心的便當 基本上就可以拉近你們彼此的距離 嗯 對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 假如說你今天想要把這個東西分享給別人的時候 那這個一分三的這個便當盒就非常好用 我們把這個培根炒飯 就把它放在這個最大殼上面 把這個盒子介紹有點太專業了 好那你看喔 我就這樣簡簡單單的把它鋪一下 有沒有 當然必須一定要有一些料 你就可以把一些火鍋料啊 火鍋料 火鍋料我們可以把它鋪這裡 因為那是濕的 火鍋料 然後蝦子 喔 天然的最好 有的觀眾啊都以為我不會煮東西啊 就是 不想發威 對阿 國王不發威你當我是皇后 呵呵呵 這樣是不是 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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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像這樣海鮮就有了 然後這邊 哇 這鮭魚我不知道怎麼講了啦 這個真的是 天才小神楚啊 哇 義式的 義式挪威的鮭魚 我把它煮成義式 很香耶 Oh my god 天哪 天哪 這個真的就是大家如果說你真的是 參參老外的話 這個東西真的就是可以直接讓你直接吃到你很爽 這個也不用我多說了啦 這燒賣也是很厲害 蝦仁燒賣 喔 還有這個蟹黃燒賣 非常的營養 就這樣把它鋪上去 你就可以拿來當成是一個非常具有愛心的 一個晚餐也好午餐也好 嗯 對那講那麼多 這個我們先放到旁邊 開吃 喔 喔 天哪 欸這個 健身人可以耶 這個魚肉超難 天哪 超簡單的 而且我發現啊 它跟你直接在超商微波不太一樣 因為超商如果它直接微波的話 它是在袋子裡面的 微波起來其實會有一點偏乾 沒錯 可以耶 這個炒飯 吃一頓晚餐就是這麼的簡單 你今天把微波爐放在廁所 你就可以在廁所做料理 哈哈 你把它放在客廳你就可以在客廳做料理 就是這麼簡單 隨時隨地 任何地方 你上廁所散到一半 突然間想要煮挪微鮭魚 你就給它煮下去 只是 就是 會有點不大 試試看這個蝦汁 有沒有熟透 會不會太爛 可很好撥捏 對 喔 甜啊 ok 非常可以 而且它這個熟度我覺得是剛剛好 很ok啊 說真的 整個非常的天然 應該很多人會擔心這個蝦子裡面會不會不熟 我來試試看 喔 手刀不能太少 有夠了 當然各位觀眾 應該也可以做出更多的變化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說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會洗碗的人很多啦 但是會洗碗又帥的人就不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有同意的話留言刷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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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